今天我來對比一下這個白面1990衝鋒1 這件是正品 這兩件是fake 等一下我們對比一下它們到底有什麼區別 正品我是在這上面用的 首先我來對比一下它們到底有沒有色差 看一下這個fake1 fake1的話它基本上它是沒什麼色差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fake2 fake2的話它這個是有一點色差 可能視頻裡面看不太清楚 但是在實物上它這個是有點偏這個青色 正品它這個是灰的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刺繡 刺繡是比較關鍵的 對比看一下看一下它這個腿 這個fake1的話這樣對比 也沒有太大的區別 我是看不出什麼太大的區別 再來看一下這個fake2 對比一下fake2的話它這個顏色是有色差的 這個是比較明顯看見沒有 正品它這個是比較偏白的 這個是偏灰色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這個袖子這裡 袖子這裡這個魔術貼和這個刺繡 這件是正品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刺繡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刺繡 對比一下 這個是fake1的 對比一下這個fake2的 fake2的話它這個顏色也是有色差的 看見沒有 這個刺繡 看見沒有 對比一下這個魔術貼 這件是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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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fake1的 對比一下這個fake2的 fake2的話它這個魔術貼是沒有正品這麼寬的 看見沒有 看見沒有 這個是比較明顯 這個是比較明顯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背面 這件是正品 背面的刺繡和前面的是一樣的 這個是fake1的 對比一下fake2的 fake2也是一樣 它這個色差是比較明顯 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帽子 這個是fake1的帽子 這件是正品 看一下它這個扣子 這個卡扣對比一下 這個fake1的 這個卡扣對比一下 這個fake2 你看看這個 這個fake2的 動作是非常明顯 對比一下這個fake2的 卡扣是沒什麼明顯的區別 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內裡 正餅上面它這個是用的 下面這個不是用的 對比一下這個FakeE的 FakeE也是一樣 它上面這裡是用的 下面這裡一樣 對比一下這個FakeE FakeE的話它這個稍微是有一點色差 看見沒有 它這裡面這個是偏黑 比較偏黑 這個是黑色 證明這個是黑色 這個也是有一點色差 可能視頻對比不是很明顯 這件衣服我都拍有這個圖片對比 像這個1990這個衝鋒衣是比較經典 發售是比較久的 現在已經是斷貨了 在德國上面已經是斷貨了 但是它這個經典的配色 這個牆壁也是比較多的 因為那個分 Biologso 喜歡的人還是比較多的 喜歡的人還是比較多的 ippi 了